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个女性 常年在一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下 我们知道说女性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是从下丘脑 垂体 卵巢这么一个轴 那么下丘脑和垂体都在大脑里面 都是中枢神经系统 它跟大脑皮层的兴奋度是直接相关的 如果它常年处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都有可能影响到下丘脑和垂体的功能 最后影响这个整个的女性的内分泌系统 然后影响月经 有可能就使它早绝经 卵巢功能早衰退 肯定也就影响了生育 我们现在在门诊上 原来我们说 40岁之前绝经叫做卵巢早衰 但是现在37、8岁 38、9、40左右的 因为月经失调 过来找我们看病的越来越多 一查这些女性的卵巢功能 要么已经衰退了 要么就在衰退的边缘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多少年之后 医学上的定义 卵巢早衰要修改了 就是因为现在 可能就是各方面原因吧 也可能有生活压力的增大 现在生孩子也是比较少 不像以前可以生好几个 然后也可能是有环境因素的改变等等 就会造成这个绝经年龄的提前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